整個十兩項在這邊比較成熟的園區就是我們三旗 因為三旗配套比較成熟一點 那些街市、商業街和油店會都在三旗這邊 所以住在這裡 你必須要享受到三旗的完善配套 又可以享受到我們一旗的公共設施 沙灘、泳池和膠石工具都可以享受到 這裡的景色都非常寬 遠一點是望著山項 望出去的景色都非常寬 因為這個房間是一個轉角位的飄窗圍的路地窗 整個望出去的景色都非常寬 還有很大的山景和一些路面 露台的兩個房間都是朝北望山項 有一個房間是朝南看著一些海景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的Sam 今天又和大家一起來到這個石禮人他這個公園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可以彎的 北區的一個三房 就是這一座 這一座 這一座 這個位置 沒錯 一個是高路層的 二十幾樓 這個位置出來都非常方便 從旁邊的門出來 有一個小門 前面 你可以從這個門出來 從前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出來 然後走到這個銀庫街市都非常方便 一路走過來 前面就是銀庫街市 大概就是三分鐘左右 然後你都可以坐在這個櫃園的村巴 你看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村巴落車頂 你去坐村巴去到石禮人他 哪個遠區都可以的 OK 另外你如果想去吃海鮮 海鮮美食街 只走 出去可以走 去到海鮮美食街 和沙灘的烈道 和交駛公園的那一塊 就是這條路 這條路正過一路走過去 一路走過去就是烈道 和交駛公園 和沙灘的方向 走這條路走過去 整個屋園都是非常方便 那我們有些粉絲新聞 如果想從關口過來這個 來這樣 要點車 我們要買一個京橋巴士的飛 京橋巴士就在微信小巡邏 買一趟深圳過來的飛 你去年堂關口上車都可以 潮社關口都有贊典的了 潮社關口都可以上車 差不多一個小時就有三四趟車 票價就是22元 然後呢 全程的車程就是一個小時多兩個字 差不多一個小時多兩個字就可以到這個十里人餐了 整個十里人餐這邊比較成熟的遠區就是我們山崎 因為山崎配對比較成熟一點 那些街市啊 商業街啊 還有遊展會啊 都是在山崎這邊 而在一崎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 整個交通通信和酒店和沙灘旅遊都在一崎這邊了 所以我們有很多粉絲來這邊玩的 基本上都可以去一崎的沙灘場 沙灘那邊玩的啦 如果我們粉絲想自己住呢 基本上是推薦他們買山崎啦 因為住得舒服一點啊 成熟一點啊 所以說 你想買這個屋 這個單位呢 就是 可以玩這個單位 就可以享受到那整個山崎的一些配套設施 以及一崎那些玩的地方都可以去到 都非常方便 那我們講到這麼多 我們不如現在先進去遠區裡面 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遠區的情況先啦 Hello 大家好 好 那我現在就來到這個沙灘鏈湯 那個可以玩的歐院裡面啦 我們先看看吧 我一會兒想去看的就是這一座啦 啊 OK 我們住這條老闆呢 就去到我們的陰庫街市那邊的啦 其實來說這個歐院呢 這個樓座呢 就只有四座了 整個歐院都比較好 算是中城的一個社區來的 不過這裏呢 有些很多車派賣在地面的嘛 都是住了不少人在這裏 因為這裏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如果出去街市買菜呢 走兩步 出租門 右轉就到了 是啊 那個河對面就是那個街市 就是這個歐院呢 去買一旗的那個沙灘啊 還有這個海鮮街市啊 還有那個烈度都非常之方便的啦 所以住在這裏呢 你即可要享受到三旗的那些 那些完善的配套 又可以享受到我們一旗的那些 一些公共設施啦 那些沙灘啊 永池啊 還有糕石公園那一塊 你都可以玩得到的啦 所以說住在這裏都非常之方便 OK 我們一會兒要退的那個呢 是一個 78個方的 全新的一個新樓來的 激屋來的 就是熱主買回來都沒有住過的了 那個都非常之便宜啦 現在買的是38.8萬 OK 那現在這個樓呢 買回來我們應該是 14年15年左右買回來的 新樓那些應該是16年左右 那個樓呢 差不多到10年了 嗯 就是說如果這個單位你想買呢 有些其他的費用 就是那個貿易費啦 兩個三一個方 啊 然後呢 那個停車位費是180元一個月 如果你是不是 經常回來住在這邊 你就不用一個月一個月這樣交啦 你可以一天一天交 一天就是10元而已 是 那我們 嗯 介紹完這些東西啦 我們就是 嗯 現在就上去看看單位的情況 我說完跡 誰能一起海的花心 綻放時我哪也不去 花開一身結為愛沉醉一世間 你在小丘变得叹息 这次遇见时的心情 如往是去如烟 遇见你是永远 什么还是你 是如下风之间留情 天若有意为何行与却灵溪 相军 万里迢迢江湿为此能把我阻拦 万里澎湃江湿只许我转念一闪 万里光阴我归心思 我现在就和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单位的组楼 这边是两伙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是一个78方的三房 全身没有人住过 什么都没有弄过 直接放在这里 先看单位 这个门也是交流士的标准 和这个锁得起的 但是这一块可能有点 有点 突起来 这个门可能 转型的 转型的 因为这个楼都比较久一点 他买的时候 应该是差不多 14年左右 15年左右 买的 时间都比较久 差不多10年 OK 所以你进到这边才看 这个日服回到这里 你可以做风仓 但是我们一打开这个门里 非常之通风 整个风吹过来都非常之舒服 这个位置可以做鞋距 到这个位置做鞋距 就非常之大了 你放那些东西 放那些日照用 还有你那些鞋 拖鞋 那些都放在里面 这个位置 是要有一个 给你装那个液水器的位置 在这里装 这个地方是装那个燃气表的 燃气表的 然后再进来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整个 单位的一个 客厅和餐厅这个位置 这里看出去 那个景都非常之阔 远一点是望着山顶的 今天天气不太好 有点下雨 所以就 看出去就有点蒙门底 但是这个 你这个门 你拆了它 然后做了一个沙窗 沙窗门 这样就非常之通风了 打开来就一路通风 有可能 客厅这里都不用 你装上布冷气都OK的 那我们先进来这边 先看看厕所 厕所呢 我们看到 14年15年买的单位 这个保鲜膜都没有拆 所以说 一手买回来 也是完全全新的了 这个位置全部 这些都是交流标准来的 包括这个位置 都是有个名窗的 厨房是L字形的 这个位置给你 预留在一个 放雪櫃的位置 你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 但是如果你放一张开门 可能就小了一点 放那些单开门的大雪櫃是OK的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整个 这个单位的一个餐厅位 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个 长的餐桌 坐到 围到四到六个人是OK的 第二天到来我们进去这个 厕所这边看 整个这个厕所呢 都比较大一点 整个 洗手盆 座廁 还有两个间 空间都够的 整个这个 位置 保佑 光纤分泪 你一日到来这个位置 一个人洗澡是完全个位的 有个名窗 通风采光是没问题的了 再看这个 这个厕所这个位置 那些 所有东西都不需要弄了 你如果要过来买的话 就试一下这些水龙头 水製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那你再进去这边呢 就看房间存房 这边的房间里面 这边可以放个 上下铺那些 我们有看我们之前那些 视频的粉线 他知道有些热纸放在上下铺那样 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 缩装台 或者是 摆一个 写资台 都ok的 这个位置 看出去的景 都非常之正的 我们刚才 一打开门 你看到 露台那边的景 是一样的 看出去都是生的 非常之宽 采光都ok的 没问题的 再来这边 看回第2个房间 第2个房间 第2个房间 你这边其实可以摆个 1米5左右的墙 1米5左右的墙 然后那边去做衣柜 然后这边去 摆个一个 缩装台 整个这个景 看出来都可以看到海的 看海 不过不是木地海景 木地海景 一线海景 可以看到一丝丝 ok 景都非常之美 其实 看出来有些海景有些绿色的那些 绿地 都ok的 我们看回第2个房 第2个房间 这个位置 你可以做过 做定的衣柜 这个位置 做完之后 整个 单位里面的一些衣服 和那些 墙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可以摆得下 最重要的是这个位置 哇 这个位置可以摆一个 白的商人墙 两边可以摆一个墙楼櫃 然后这个位置 做一个 书中台 在这里 看出来的景都非常之富 因为这个房间是一个 转角位的飘窗位 的露地窗来的 整个看出来的景都非常之光 光满和大 那边的 山景和一些农田 都可以摆得到 非常之光满 但是呢 我们看到有些少许问题 就是有些 长的 这边 吊着这边有些粒皮 下面也有些粒皮 这个位置也有些粒皮 不过这些不是那些 那些水浸那些东西 而是这个 这个 有些是 太久了 所以那个墙就 脱了下来 你到时候呢 如果要 买回来 你要自己重新 游一遍 尝一遍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没有漏水 如果漏水的话 它有漏水的那些痕跡 我们看到 房间里面 那些木板砖都没有 凸起来 如果漏水的话 那些木板砖都会凸起来的 然后呢 我们来到客厅这一块 整个这个客厅这一块呢 开间有为到 差不多四尾左右的开间 放在这里 放在沙发 茶几 还有电视柜 完全是OK的 然后坐在这里 可以看到整个山景 这里 看出去 非常之舒服 OK的 在这个位置没有生几是非常之正的 其实我这个位置看出去 那我们看客厅这里有些少许问题 都看到了 这里有些粒皮 在这边 这个位置都有些粒皮 其实其他的场面呢 都没有问题的了 就是我们刚才看过那个房间里面有些问题 然后这边的墙 调顶有些问题 我们就出到露台这里了 露台这一块呢 整个露台 维维有 露到八个坊左右 你去摆布 死机在这里 或者是 买那些 曬那些 衣服的那些东西 都OK的 然后看这个景呢 就和我们刚才两个房间的景气 是一样的了 我们先看回潮上 这个潮上就是潮北的了 西北 这个 对于这个房间呢 这个单位是 阳台 露台 两个房间都是潮北 望山顶 一个房间是潮南 望着一些些海景 这样一个情况 整个这个单位呢 都非常开药的了 彩光通通都没问题 因为这个格式是差不多是通道式的了 最后一方面呢 就是现在这个二主呢 买回来之后呢 都从未来 未来住的 所以它是一手楼一样的了 全身的 现在二主买的呢 是38.5万 那个税费呢 差不多 1万2左右 过税加起税 1.5万1万2左右 然后其他七零八零的肺肉 加起身 差不多在 441万左右 去九点了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有些小小的其他问题 就是我们 讲过了 这些吊顶 还有房间里面 有一些长连的问题 要整回了 第一个呢 你要买了之后呢 你要重新 整完之后 要打扫一下 然后呢 买回一些家具电器 之后才可以进来住的了 这个屋园呢 其实就是整个 山崎这边 最成熟的屋园了 你去到那里的 林库市场街市那边 还有去到我们的海鲜街 去到我们的律道 去到我们一旗那边的 高城公园和沙滩都非常之方便的了 这个三房来说呢 是性价比非常之高的一个单位来的 如果你是 觉得这个单位OK呢 可以 用个时间给我们看一看 是 如果我们的粉丝呢 都想了解 其他的一个单位呢 都可以通过我们 视频上方的议员码 加我们的WeChat 或者WhatsApp 或者直接打我们的电话 都OK的 我们 去到关口那里 车一字车送大家过来看 这个景色很漂亮 那我们今集 介绍这个 十两两坛 三骑海尔湾的三房 就介绍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